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不要开枪 快 给我一把枪 快给我呀 我跟你说啊 这时候要再犹豫的话 咱们两个人都得死在这 给我 来不及了 小心 我狠狠地打 油箱漏油啊 车会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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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范英同志 告诉双元杰 不要伤了乔上军 我要抓活的 是 他们拦住了乔上军 并且发生了枪战 陈范英同志 你看这是什么 你看这是什么 走 开过去 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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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女 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够闲的 咱们这么一当务 看样子明天上午九点之前 咱们就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技术维修人员以外 小组里你觉得谁还比较可疑 顾可疑 顾可疑 他有动机 他有什么动机 保护乔长军就是他的动机 方林氏教主的人 他知道寒冰跟教主之间的这层关系 如果这层关系暴露的话 必定会牵扯到乔长军 那乔长军就完了 能为乔长军做出这么大牺牲的人 小组里就只有顾可疑 飞去得很好 但没有得到结果之前 不要对外过大执行方位 要密密进行调查 以免打扫心事 明白 那我先去了 顾可疑 组长 亲密房您感觉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组长 我们都检查过了 密集小黑屋里的监听设备 除了在设备间监听室以外 还有一根在洗手间 会议室 监听室 我和陈法寅的办公室里 都没有 都没有 看来 这个内建的权限并不大 几个重要的区域 他都进不去 那您那意思是 看来 我们得从外围人员身上 找线索了 回来了 昨晚上差点就抓住乔上军 可惜啊 还是叫他跑了 叫你不要伤害乔上军 这套命令你是不是不理解 顾可疑推测 他可能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可是我不能确定啊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判断 乔上军突破包围之后 会去哪儿 这个说不好 我们是在满洲里 东南四十五公里的地方 接住了他 这个方向应该是去 海拉尔或哈尔滨 你马上带人去哈尔滨 是去抓乔上军 还是协助他 我的命令 是不能伤害乔上军 昨天 他协迫组长给银行打了个电话 你去哈尔滨银行 协助当地警方寻找乔上军 那找到他以后怎么办 盯着他 看到下一步干什么 好 您好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一下你们经理 请稍等 您是 我是艾末小组的 昨天我们领导跟您通过话 这是我的证件 好 请跟我到办公室吧 对了 你们这次取的现金可不少啊 要不要我给你派个警卫 谢谢 不用了 好 请坐 谢谢 您的身份代码是多少 我是杨卫中 身份代码零一二三四二一 零一二二三四二一 零一二二三四二一 出发 游行动 什么行动啊 派出去的人联系不上 教主担心他们出事了 我们去接应 乔将军 你为教主立了功 他已经开始相信你了 你们需要的钱是五十美元面值的 还是一百美元面值呢 这无所谓 只要填入对了就行了 谢谢您啊 好 好 实际经理 我是经理 什么事 乔长军来过吗 走了 走多久 大约有五分钟 喂 是新发音同志吗 乔长军比我们先到了一步 把钱取走了 在哈尔滨一带继续搜索 如果发现乔长军的下落 立刻上报 好 明白 龙生 乔长军 有没有跟座长联系 没有 他失踪了 也就是说 我们失去了对他的控制 他的这种行动 没法随时回报 那至少 我们应该知道 他下一步的行动目的 也许 他怕惊动了敌人 你问问组长 我们要不要撤了 哈尔滨到满洲里的 通信干扰 我认为这种干扰 会影响乔长军的呼救 是 对了 组长对内奸的看法是这样 他认为这个人 不是顾可一 窃厅的位置 顾可一都有权限随意进出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倒是另外一个人 很有嫌疑 组长让你亲自接触下这个人 组长说的 也许跟我想到的是同一个人 没想到是同一个人 把我带来 对话 立刻开车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 自会 马上 你也承计 到了 自己能够 疼于 可以 我不幸 街头 但是我们不清楚街头人的身份 所以不要贸然行动 你对乔昌军的死好像很痛惜 对 他是个好人 不管你怎么看他 憋坏了教主的大事就行 我现在是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不 我只能投靠教主 教主说了 只要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就允许你和海伦见面 其实能不能把握这次机会 全看你自己 好 谢谢 好嘘 啊 哈哈哈 哎 你看看这个 真的好 我给你这个 谢谢 谢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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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把证件拿出来 有公安 别慌 行 走吧 你呢 过去吧 小成军 混蛋 他果真没死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下去 把公安引开 是 证件 干什么呢 身份证明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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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证件拿出来 抓住他 快快 让他跑了 你又怎么了 这是 这出啥事呢 这是啊 你什么时候 你这跳下去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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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 快 太吓人了 死人了 快快 快 快走 见过这个吗 再重复一遍 你需要做的事 说什么 什么说什么 拿到钱之后 你要做什么 再重复一遍 晚上七点 断了道北平安里二十六号的店 一个小时后 点员自动回复 还有呢 什么还有 哪儿他娘的还有 以前怎么没说还有啊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那个人从来都是和我单独练习的 没有提过你 跟你单独练习那个人 已经死了 死了 没人跑了 怎么办 拦住乔常军 别让他追上那个人 干死他 滚蛋 你打错了 快走 快走 不行 你杀了乔常军 他会坏了我们的计划 还不及来 快走快 别动 别动 起来 为什么打死那个人 干什么了 他正好倒在乔船军的路线上 啪一下他就死了 怎么跟调主见识 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才取得了他的信任 现在全完了 连我也会受到怀疑 停车 我让你停车 站住 站住 你干什么 老子不干了 是你做了错事 你还敢这样对待我 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恶人没见过 可像你们这么难伺候 我头子一见 老子不干了 我怎么难伺候了 你打死了重要人物 我不够问你两句 你又给我甩脸子 还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我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 把所有性命攸关的秘密 都告诉了你 可你怎么对我的 教主的事情对我说一半 藏一半 什么都他妈让我猜 这种事我能猜到吗 还有 你让我开枪 我就开枪 你让我跑 我跟着你屁股后面就跑 我一大老爷们 什么都他娘听你的 你还挑三解四地怀疑我 我干不了 我不干了 站住 站住 来吧 打呀 你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那人死了 乔昌君也估计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你说吧 我们怎么办 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是你的计划 是焦主的计划 跟我就没关系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现在好多事我不能告诉你 陈法英同志 陈法英同志 你找到乔昌君了吗 真找到了 他在哪儿 在哈尔滨 他在那边执行任务 那我们是不是要赶快过去 跟他会合 不 我们还不知道 他掌握了什么情报 我们需要跟上级领导开会 才能决定 我申请参加这次会议 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组长的命令 乔昌君同志 我是部里派来的张处长 坐 我这次来到这里 主要是为了协调专列返程的安保任务 专列什么时候返程啊 具体时间还没定 大概在半个月以后吧 苏联方面为了表示 对新中国建设的支持 特地派出了一批科技专家 沿通我们赴苏联学习的专家 一同返程 帮助我们进行国防工业的建设 这批专家的安全 领导们非常重视 那这个消息公布出去了吗 还没有 但是苏联的报纸已经隐约做过报道 我明白了 教主已经加进下一步行动了 他的消息来源 应该就是这个报纸 乔昌君同志 你这次来哈尔滨掌握的具体线索是什么 教主非常重视和我接头的那个人 那两千美金就是给他的 教主给他钱 究竟是要换取什么东西啊 具体换取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个地址 道北平安里二十六号 那个人计划今天晚上七点钟 对那个地方进行人为的断电 乡里到 马上给我备车 是 你和我一起去趟那个地方 好 我知道了 行 行 好的 我马上向组长报告 组长 根据哈尔滨警方提供的现场报告 打死和乔昌君接头的是教主的手下 这就是说 教主已经知道 他的行动被咱们摸清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分析 进步巨大呀 龙升 不错不错 哈哈哈哈 组长 我的意思是 咱们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打草惊蛇的效果 没必要再继续顺着教主的行动走了 你这个观点和陈法音沟通过吗 还没有 我准备跟您说了再告诉他 现在的关键是 你能判断清楚 教主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目标吗 还不能 那我们更不能放弃 乔昌君找到的线索 你马上到安保小组去 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沈法音 让他做出判断 然后向我汇报 是 好 好 看 看 你 我 都 你 和 他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原来你一直在监视我 这种感觉很愉快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够监视我 就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 我告诉你 你错了 因为我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怕过你 出来你这个小人 乔长军也不怕你 我们都不怕你 不怕你 在我的内心 你 你只是个阴暗的虫子 你 你 小人 长军 救救我 你在哪里呢 长军 求求我乔军 乔长军已经申请 将哈尔滨的安保力量集中起来 由他指挥 继续寻找他掌握的那条线索 你不同意他这么做 我当然同意 但有个问题你发现没有 在我们安保侠组 发现那些七体设备 这对我们的工作 究竟意味着什么 之前行动当中产生的漏洞 很可能跟那个工具间的人 有直接关系 我在想 怎么利用这个 没有被挖出来的内间 替咱们做事情 替咱们做事 这个地址对我们来说会有什么意义 具体什么意义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跟教主说 我能解冻他的账户 把他的美金给拿出来 不然的话 他一定会杀了我 这个教主 连两千美元都拿不出来了吗 几个秘密账户被冻结 对他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别把敌人想到那么高 我在教主那儿做过内线 他的事情我知道一些 所谓教主能够控制人心 不过是让他手下 与外界隔绝 而且他拿一些药物进行控制 长期洗脑的结果 他们拜逃大陆之后 留下来所有的特务 只要三个月发不上钱 马上跟他翻脸 丧家知犬的痛 不是你们这些坐办公室人 能够理解的 看来对你乔章军的一些传闻 都是真的 什么传闻 乔章军桀骜不驯 说话办事 从来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这肯定是传闻 从来就没怎么回事 不过 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什么时候出发 我想申请参加 哈尔滨的行动 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我就向组长 直接申请 小组里有很多同志 都想参加这次行动 我正在筛选您的 我知道 你们压根就不打算去哈尔滨 说吧 什么计划 你最后什么意思 满洲里去哈尔滨 有一千多公里的距离 要是真要有行动 咱们的汽车得做保养加油 行动组得去申请武器 可您现在都干嘛了呀 你自己去外面看看 看了你就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组体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认客 去他那看看 要是不在 马上通缉 是 怎么 有事吗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我 我一直就待在这 哪儿也没去啊 是这样 刚才啊 院子外面有人被车撞了 身形体态跟你很像 也戴副眼镜 那准不是我 我今天没有出门 你真的没出门 没有啊 我平时也不愿意出去 就愿意在屋里待着 你看 我说你看错了吧 你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就是还有点疼 但是不会耽误工作的 那就好 你工作吧 走吧 我绝对没有看错 就是他在进入咱们车队的情况 肯定没有抓住证据 电台和通讯设备都监控了没有 我保证没有人能偷着使用 更何况 咱们已经干扰了满洲里的通讯信号 绝对不可能有人能用电报 电话 给交主报信 通知通讯小组 暂停干扰信号十五分钟 我们得让那个内奸 把我们去哈尔滨支援桥上军的信息发出去 虽然内奸的身份没有确定 但我相信这一次 他能帮助我们抓住交主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相信 可以迷惑教主 你这个想法很有价值 我同意你们的信告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程上军 刚才满洲里来电话 陈凡英那边发现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我们要有新的行动 他发现什么线索了 回去再说 我跟你说啊 我的直觉告诉我 教主这个时候花这么多的钱 去断一个地方的店 说明那个地方肯定藏着更大的秘密 咱们无论怎么样得过去看一眼 我反对今天的行动 给我接哈尔滨分布 组长 我觉得您不该这么做 陈法因的计划上级已经批准了 我也会参加警官的行动 小组里面愿意参加行动的人很多 除了您和乔昌军以外 容生 陈法因的计划可以执行 但乔昌军找到的线索 轻易不能放弃 喂 给我接乔昌军 使用我们预留的加密频道 给我立刻找到他 呼叫张处长 呼叫张处长 我是张处长 张处长 我是杨维忠 今天的行动告诉乔昌军了吗 具体内容他还不清楚 我认为应该告诉他 为什么 我们如果围剿黑林山庄的话 他的妻子汉兵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应该把这次行动 可能造成的危险分析给他听 好 我会考虑的 我认为 今天的行动 应该由他来带队 他去过教主的巢穴 在那里非常出息 同时有机会解救韩冰 这个建议我认为是欠妥当的 今天行动最关键的地方 在与两点同时打击教主 陈法因带领小组指导黄龙 而乔昌军则要斩断教主 伸出来的时候 这两点都很重要 不能放弃任何一天 张尚军 我给你留下五个战士 我赶回去 向总部报告 你继续你的侦察 不用留五个了 人多反而目标大 你给我留一个通讯战士 就行了 我可以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好 你都不要招 好 小王 你跟他 是 走 好 最后 我就无法 在家里面 我给你买来 快点 好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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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您 您在违反原则 正因为乔裳军的家属在敌人那边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让他回避 如果您通知了他 按照乔裳军的脾气 他一定会把这个局给搅乱的 他一定会把这个局给搅乱的 本事不欺恶人 爱却仍其发展 生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基盘 满目瀟琐的心 夜丝会腐燃 我贪恋这一丝破烂 我们都求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你个片段 短暗 短暂的交辉 短暂的交辉 本事不欺恶人 本事不欺恶人 爱却仍其发展 生命可留余地 生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基盘 满目瀟琐 满目瀟琐的心 夜丝归腐燃 我贪恋这一丝破烂 我们都求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你个片段 短暂的交辉 去散一生的黑暗不褪散 像最亮的光让你寒度寒淡